随便说天说地说空虚 始终都谁一一面对 醉山既定书不再作考虑 没有气力不想再追 凌秋生远虚 你答应我不告马克 他只不过是个不重要的人 他因为你而坐牢 我们个性不好 我们分手吧 尚文呢 我们分手了 我对尚文是真的 我绝对不会放弃他 是陈嘉明勾引尚文 要不是他 尚文不会变心的 你抢走尚文还冤枉我 你疯了 为什么随便打人 我打他也怎么样 你们还对得起我吗 你疯了 回去吧 可是 你们这样就想走吗 我告诉你 不管你怎么想 我们已经分手了 请你不要再招惹我的朋友 卓尚文 算你心 周 对不起 没打伤你吗 没有 妹姨告诉我 昨天晚上九跟嘉明吵了起来了 你哥 我长这么大有分寸的 你别担心了 你告诉我 是不是因为嘉明才和九分手的 胡扯 一哥你别胡思乱想了 不是就好了 什么 一哥 我出去一下 又怎么了 嘉雄找我 什么事啊 大过头 嘉雄在哪儿 程嘉雄啊 他就在这儿被人揍了 你说什么呀 这儿没人打架啊 我也没见过嘉雄 没有 有 是啊 是我找你 周 你干什么 你太无聊了吧 你先坐下 你有事快说 尚文 我想向你道歉 我知道昨天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那么冲动的 对不起啊 算了 嘉明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我也不希望有下一次 还有啊 别用别人的名字传呼我 难道我找你 你会出来吗 周 你搞清楚 我们已经分手了 如果你有事 我一定会出来 如果没事的话 我不想再见面了 我们真的不能够再在一起 我叫凯琳在陪你 我真这么讨厌 周 对不起 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 沙文 你真的这么狠心 半年前 我想都没有想过跟你谈恋爱 是你说真心喜欢我 我们才在一起的 你不要这样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根本就从来没有喜欢过我 是我被人强奸 你内疚 你同情我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很过分 你太自私了 我没有骗你 我当初对你是真心的 那现在呢 现在又怎么样 你给了我希望 然后又生下我不管 沙文 你知不知道我很难受啊 就算我对不起你 我不能够没有你的 沙文 我好不容易再站起来 你不能离开我 我不能够没有你啊 沙文 回去吧 我根本就不想回家 回去吧 沙文 你自己小心 你所寻啥 是吗 是吗 至于至 kang 喂 喂 尚文 你这么对我 周 我好难过 怎么了 不舒服 尚文 我想见见你 周 你吃什么药了 我要你后悔一辈子 周 你别吓我 你现在在哪儿 我恨死你了 周 到底怎么回事 周到底怎么了 皇后酒吧 请问你们酒吧在哪儿 在吃住证监 你又没看见 刚才打电话的那个女人 她好像喝醉了 你等一等 我帮你看看啊 喂 没有啊 没留意到啊 但是她刚打来过 我们这儿很多人走动 可能她离开了吧 麻烦你待会儿见到她 帮我照顾她 她好像吃了药喝醉了 那 那很麻烦呢 这样 要是你见到她 帮我看着她 我马上就赶去 我尽量吧 她不会自杀吧 我不知道 请问 有没有一个女孩子长头发 又高幼少好像喝醉了 刚才是你打电话啊 是啊 有没有看见 没留意到 你自己到处看看吧 我见过她 你见过她 在哪儿 她刚刚走出去 谢谢你 周 周 上文 怎么样 吃了很多啊 吃了什么 药啊 你吃什么药啊 不能闹着玩的 你吸毒啊 我送你去医院 走 上文啊 我根本就没有吃药 我只是喝了一点酒 刚才的电话是骗你的 上文啊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 你不会使得让我死呢 你站在这里就是最好的证明 上文 你闹够了没有 你老这样如人是有限度的 你别再骗自己了 你还是喜欢我的 不然的话 你也别慌地到这里来找啊 你疯了 上文啊 我们之间是有问题 不过这些很小的问题 我们可以一起解决的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以前多么开心 你还记不记得 上文啊 喂 凯利 上文 你找凯利来干什么 这我喝了很多酒 你找他来干什么 对 谢谢 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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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扶他进来 快扶他进来 小心啊 你躺下来 你先躺下来 小心小心 躺好啊 拿着毛巾帮他扶扶脸 好 上文 这孩子怎么醉成这样 你们不知道跟上文分手了吗 是吗 这丫头没有提过 怪不得了 他最近的心情很差 这傻丫头 什么事都放在心里 太太 深茶 哦 伯母还是让我来吧 我想一会儿跟他聊聊 好 谢谢 那我们出去了 好点没有啊 你请的假 我陪你去旅行散散心吧 我又没事 用不着散心 你这个样子还说没事 你知不知道你整个人都变了 你再这样缠着上文 只会让上文越来越讨厌你 我担心你们将来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上文不会这么绝亲呢 他还关心我 施力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给自己留点尊严吗 如果失去上文 如果失去上文 有没有尊严都不重要了 你还没人想去上文 下午的会子不去开啊 不想开就不开啊 玩什么呢 补了三次 没有一次好结果 周 你不要信这个 我知道 要忘掉一份感情并不容易 但不管多深的伤痛 总会有复原的一体 你要我接受现实 不久之前 我 尚万 凯利 你 我们两对多么的快乐 想不到最后 大家都吹了 却人倒容易 请你告诉我 你忘了凯利没有啊 如果有机会复合 就算机会多渺茫 你也会去争取的 是不是 我了解你的感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不过过于执着并不是一件好事 周 你看看你憔悴成这样 如果你心情这么不好 那就请家去理行 我自己打算 那你跟他聊聊吧 他可能会听你的 我一直都不明白 为什么你对周那么绝情 我和凯利因为是逼于无奈要分手 但是你和周 周 你听我说 我可以忍受别人有很多缺点 但是我不能忍受别人去害人 你说周啊 其实马克那件事 周才是主谋 他还利用我去骗马克 要他做替死鬼 那马克岂不是不该做了 本来马克怪我的 后来他收下周的另外一笔钱之后 他居然能当作完全没这回事 自己扛上身 你说我还能怎么样 虽然这件事跟我没关系 但是我不能忍受 跟一个我完全失去信心的人 继续相处下去 怎么会这样 真想不到周会这样 我想换成你是我 你也会很难受 周找你 你又来了 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家明 还有四袋 谢谢 放到这儿 别客气 你累不累 还受得了 我们这次的成绩很好 收到不少的旧衣服 很棒 嗯 怎么了 又是周找我 又说什么 你不来回后悔的话 不用管他 不知道搞什么鬼 尚文 你还是去看看他吧 万一出了事就不好了 我上次已经被他耍过了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一宴 去吧 好吧 去看他干什么 试试再跟他谈谈吧 好 拜拜 程小姐 秦小姐 有事请你到楼上去 谢谢你 周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上文去找你 我故意遣开他 我是来找你的 你找我有什么事 你还知不知道羞耻啊 暗叔镇在坐牢 你居然勾引我男朋友 周 周你冷静一点 我和上文真的没什么 你别想歪了 我没想歪 上文怎么对你 我看得一清二楚 你误会了 上次在公园 你够威风了 我们真的没有什么 周 你听我说 你马上离开上文 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 周 你以为你长得很漂亮 看看上文还会不喜欢你 不要啊 周 爷 救命啊 爷 小心点 好 周 怎么回事啊 干吗 来 放开我 这个虚明 我警告你 你再查找上文 我就不会放过你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不会放过你 不要虚案了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不会放过你的 家明 上文 没事吧 周八人疯了 什么都干得出来 实在太过分了 别说了 对了 我妈去买菜 待会儿她回来 你不要提 我不想她担心 不行 我要找她说清楚 不能让她这样 上文 算了 家明你知道吗 你不告诉她 算她走运了 不能严下死 我不想追究 听我的好不好 对不起 不能怪你 大家对这个计划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今天到此为止 可以走了 对不起 你先出去吧 周五 你这么做太过分了 你这么做上文 不但不会回到你身边 你还要坐牢的 你知道吗 我不想听 这句话应该是 卓尚文来对我说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周你清醒点好不好 他要你来对我说的 他没胆子来见我 他不敢来见我 为什么像缩头无归似的 背开我 周 算了 算了 好 叫卓尚文来求我吧 我现在没有情形谈这件事 我这一句来的 我说你会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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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机主说 我在办公室里等他 我有很多话要跟他说 一直在响, 你听见了没有 伏鸡吧, 避得了一时避不了一世 一哥, 很多事你不了解 好了好了, 这样吧 我帮你把电话先插上 一哥…不要, 你要打电话用这个吧 用不着这么绝吗 这, 机主复记得没有 帮我继续扩他 告诉他, 今天无论如何 我都要见到他 好, 来吧 好, 来吧 看見你腹肌了沒有啊 救啊 你給我告訴他 他今天要是不來 他會後悔一輩子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他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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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媽 電話可以插上了吧 你要插就插吧 你的傳呼機 響個不停的 震得都掉下去了 沒有電了 去不去喝茶 不去 你不去我去了 你不去喝茶 救命… 機主密碼幾號 七…九七 昨天晚上七點十八分 周科 叫你打電話給他 八點三十二分 也是周 他說很想見你 叫你打他手提電話 十點二十八分 周科 他說在辦公室裡等你 不見不散 十一點四十三分 周科 他說你要是再不來 你會後悔一輩子 十二點五十九分 也是周科 他說想見你最後一面 就這樣 拜拜 好 謝謝 怎麼搞的 居然吃下了整瓶妖 乾小姐真是傻 怎麼想不開要自殺呢 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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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知不知道哪位是卓上文 我知道 哪位 我是 請你進來 我們今天查過 死者打過的電話號碼 他打去過來找你 不知道你有沒有跟死者聯絡過 死者說過些什麼 我今天醒來才知道他找我 我沒有回他電話 我想不到他真這麼殺 原來就靠你你不回電話 為什麼 你對他下來的多不認真的 是你殺了他 是你 麗吉 冷靜 你這是二人兇手 你這是二人兇手 你把救還給我 請你冷靜一點 你把救還給我 請你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卓先生請你跟我回警局做份筆錄 這是慣例 你 寶叔 凱爾芬 家雄了 去練房辦手續了 我們趕家不知道 走了什麼眉眼 我沒有什麼指望 我只希望全家平平安安的 這並不可救吧 要怪就怪那個卓尚文 要不是他 就絕對不會死的 麥基 這純粹是個意外 碰他現在不是追究責任的時候 我一直以為 我沒本事對裴哥生個兒子 想不到連女兒 都不能陪著他到牢 媽咪 你別給我多嘴 你不要傷心 雖然救他 但是還有麥基 家雄 還有你照顧爹爹對不對 爹爹病得那麼嚴重 不管誰去看他 他都分不清楚了 裴哥 哭什麼呀 這工作做得不愉快啊 啊 你們是姐妹兩個嗎 有什麼事就好好商量 都能幫上忙的 你們是做姐姐的嗎 你就讓上妹妹嘛 知道嗎 知道了 爹爹 走 我到處找你 怕我出事啊 哭我啊 我帶了過去不會再不服氣的 不是 不是你的錯 沒有人想到周慧這麼做 不要怪你自己 艾伯死了 周也死了 艾伯的死我很難過 她得了絕症 根本就治不好 我眼睁睁地看著她走 卻幫不上忙 唉 可是周的死根本就不該發生 她不應該那麼傻 為了我傷害自己 我以為她又像以前那樣耍我 所以才沒服氣 即使你去了 她還是想不開的話 仍然會有下一次 結果還不是一樣 姐妹 其實我只不過是個平凡人 大家相處不來 為什麼還要勉強自己呢 也許人最難學會的 就是何時放下 不然的話也不會發生那麼多悲劇 別問我擔心 我都三十多歲了 經歷了那麼多事 難道還想不開嗎 不過周的死 和艾伯的死不一樣 就算我再怪自己也於事無可 可能是命運的安排 每個人一生都會有遺憾 就當是成長的過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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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自己有事 安田 我先走了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四点来 周三点下葬 葬的应该结束了 晚点去也好 只能大家见了面尴尬了 卓尚王 你还来干什么 你害死了 周 还想来祭拜他 你没有资格 玛丽 别提了 玛丽 一切都是意外 别怪他 家明 你也是干家的人 你竟然帮他外人说好话 周说得没错 你们两个早就有软了 你们对得起就吗 玛丽 玛丽 我很了解你失去妹妹的感受 这种心情我也有过 但是我和尚文真的没有什么问心无愧 我妹妹那么好 她根本就不应该喜欢你 你为了这个女人 竟然变了心 你们两个狗男女 卑鄙 是你们杀死周的 玛丽 你冷静点 是他们杀死周的 玛丽 别这样 听家神话 不要再闯了 我们走了 对不起 我之前放一束花 家兄 能不能帮我放了周的饭金 都是那个座上呗 否则的话 周不会死 周离死之前 不断地靠他 可是他不腹肌 什么都不管 周根本就不会自杀的 现在周尚文和家明 出伤入对 他们两个简直是狗男女 不知廉指 周不应该死的 二叔 我替你叫去 周尚文 二叔 你快点出来吧 现在爹地 爹地什么都不知道 迷迷糊糊的 家里没有人做得了主 一海又一团糟 无理是说 现在正在办司法复合 你早点出来吧 阿叔 好吧 好吧 我们暂时不要提这个问题了 既然一海主席的位子悬空了 我们应该选一个适当的人选 坐上去才是 是啊 没错 几位有什么意见呢 不过我看不出来 有哪一位后起之秀能够胜任 是啊 家雄的经验尚且难当重任 没给上次处理航空公司那件事呢 好像有点问题呀 这么说起来呢 只有我们这几个老家伙自己坐上去了 是不是 那也没办法 几位早 嫂子 阿明 阿姨 怎么 再开会啊 不耽误你们吧 没事 没事 嫂子 我们正在谈那 这个一海主席的位子悬空了 应该选一个适当的人选坐上去才是啊 好好好 对呀 有了结果没有啊 如果有了 让我向裴哥知会一声 他虽然暂时不能来上班 但是他还是很关心公司的事 也还是他几十年的心血 他向来都很在意的 他知道孩子们的经验不足 那以后呢 就有劳你们呢 帮助嘉雄和Maggie坐上去 你们这么帮裴哥 他也总算是老怀安慰了 那些老董事啊 一直盯着主席的位子 周姨死了之后啊 就给我们脸色看了 妈咪啊 幸好你及时把他们压下去了 不然的话 我和嘉雄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妈咪啊 只有你才能治得了那些老头 妈咪 主席的位子还是你来坐吧 我来 我一个女人又没做过生意 早晚呢 还不是被他们给赶下来 不会的 刚才我看见他们很支持你啊 你以为我真的能摆拼他们 他们真的怕我 他们只不过暂时给你爸爸面子 才不敢做得太绝 如果他们真的想造反呢 我们也没办法 你爸爸病成那样 我们成了孤儿寡妇了 不被欺负才怪呢 舅这么年轻 就死了 太不值得了 对了 麦吉 改天找人 把周的东西带回来吧 家兄 我先走了 我跟周一起上学 一起毕业 一起回香港 差不多同时交男朋友 想不到他就这么走 凯琳 最近怎么样 我还在以前那家广告公司做事 晚上去上行政管理的课程 你呢 你怎么样 正在公司里学习 不过我发觉 做生意实在不太适合我 多可有凯琳帮我 给我意见 凯琳 其实上次的事 你真的误会凯琳 我不想再提这个人了 我不想再听到 任何有关他的事 凯琳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别忘了 你再一不想定 我철子 好 好 好 来 是不是累了 今天就谈到这里好不好 谢谢老师 跟老师说拜拜 老师拜拜 拜拜 接着明天三点钟来啊 拜拜 老师拜拜 丹丹 佳雄 怎么有空啊 不打扰你吧 我要是说打扰 你是不是马上走 怎么了 开玩笑吗 喂 你有心事 说到现在 原来是凯雷还在生你的气 她不是生我的气 她是在气凯凯 但是凯雷并不是一个 不讲理的人 连你也这么说 难道你让凯凯有问题 每个人都有主观的时候 这段时间你让她冷静冷静 我们分开了这么久 我想应该冷静够了 她仍然对她哥哥的死 无法释怀 要挽回一段感情啊 不容易的 要多付出点耐性啊 你不妨问问你自己 是不是还喜欢人家 如果这段感情不深的话 你就不会这么烦 跑来跟我诉苦了 不管怎么说呢 你有事我一定会帮你的 我也不希望我的好姐妹 找不到好归宿吗 你好像把我当女人了 你不喜欢 那当兄弟好了 什么 你要搬回甘家 如果你们不赞成了 就当我没说过 什么事啊 跳凤说想搬回甘家去 这个是妈咪的意思 最近那边出了那么多的事 二叔又在坐牢 爹地又糊里糊涂的 我看妈咪变得那么憔悴 实在于心不忍 其实她以前也很疼我 所以她开了口 我不知道怎么拒绝 她还叫我回 翼海的投资发展部帮忙呢 如果你们不喜欢的话 那就算了 她既然开了口 当然希望你回去了 家里有个男人 总是好一点 妈 你不反对啊 我还以为你会不高兴呢 老实说呢 我当然不愿意了 有哪个当妈妈的 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留在身边呢 但是怎么说 你都是甘家养大的嘛 如果我反对啊 就太不尽人情了 大姐呢 妈都不反对了 我怎么会反对 那哥你呢 其实我最希望的 就是甘家那边 能再接受你 好好照顾裴叔 我会 房间呢 我老早叫四姐 帮你整理好 摆设呢 跟你搬走前一样 这房间 一直都是空着的 我真的很希望 你早点回来住 我们怎么说 都是一家人嘛 是 以前呢 是有些不愉快的事 那也不过是误会 啊 挑分 你不会怪 妈咪吧 其实做错事的人是我 你肯原谅我 我已经很开心了 这张照片 是你六岁的时候拍的 你记不记得 你当时正出水痘 我怕你的水痘会痒 你拿手去抓呢 就会破相的 那几天啊 我每天都抱着你 没有睡过觉 你转眼了 又这么多年了 你也长大了 本来呢 我叫四姐拿来我房里去的 她一定是我 我拿过去 你慢慢收拾 妈咪 其实我心里面 一直把你当成我亲妈 妈咪 你让凯尔粉回来 你真的信任她吗 还跟她讲亲情 再紧要关头啊 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本来以为 周座上叶海主席的位子 我就什么也不用愁了 想不到她却死了 你爹地又变得一塌糊涂 剩下我们这些孤儿寡妇 怎样为自己打算一下的 我们已经帮二叔 办司法复合 希望她能够早点出来 她犯了杀人罪 没那么容易脱罪的 这些话哄你二叔还行 我才不敢指望了 就算是 爹地现在最疼 最信任的是陈家雄 不是凯尔粉呢 我也知道 人家现在还有个亲生妈妈在呢 要打亲情这张牌 并不容易 而凯尔粉就不同 她好歹是我养大的吗 没错 可是你忘了当时 凯尔粉和Frankie 是怎么对一海的吗 你都忘记了 我记得 到了这个时候 只有她一个人在 能干出什么来 当初啊 你爹地把她赶走了 我现在把她捡回来 她能不把我当神败吗 我毕竟啊 做了她二十几年的妈 我不相信 让她留在我身边 听我的话是件难事 程家雄啊 现在最疼的就是这个亲弟弟 只要凯尔粉听我们的话 那就是程家雄也听我们的了 你懂了没有啊 你懂了吗 Company 是啊 我给你带着帽子 我帮你带着帽子吧 不过你戴不戴得无所谓了 你都痴呆了 就算太阳不晒 你的脑子也坏 不过你记住 我对你很好 健康你就别想要了 不过也别死得太早 让我吞了一海再说 知道吗 帮小师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